大家好 非常麻煩 今天天氣有更好 所以你們的提供杯 對我們都痛苦 對不對 非常感謝 我們今天可以在這裡 共同來探訪 怎麼樣可以富貴傳家 重不重要 重要 好 要有更好的富貴傳家 不管是個人的財富傳承 還是家族企業的傳承 是不是都要仰賴更好的國際觀 是的 對今天各位可以坐在這 跟著我們一起來共振共鳴 同憑共振 這一切都要感謝我們的協辦單位 現在我來為各位 一一的來介紹我們今天的協辦單位 各位請給予他們最熱烈的掌聲 好不好 首先我要來介紹的是 巨大加油站 李梁琦李董事長 同時也是 日月潭胡倫社現任社長 李社長 台中市東美同意會 周慎雄會堂 我們藝術春加油站 李明燕 我們的董事長 李明燕 本島自然光光工廠 林坤勇董事長 班農農業科技有限公司 邱琳登董事長 謝謝你 謝謝 立援牛偷有限公司 陳寅卓董事長 牛耳衣服 黃碩基董事長 黃碩基董事長 南高國際同意會 吳俊賢會長 連續兩年連續兩次都參與我們這場的共同協辦 非常非常感謝 南投汽車保養商業同意會 賴趙兵名譽 李師長 謝謝你 還有 遠從南台灣最美麗的府城 台南 國和國術館的館長 明揚全球的獨家五門的配方 黃永和館長 還有 給我們強大支持的 周日首葬儀德 賴玉坤董事長 董事長 歡迎您 南投縣中校協議教育發展協會 創會理事長 陳南榮理事長 歡迎您 熱軍入駕 飯店的 蔡瑞毅董事長 國立 進南上學 簡時浪博士 簡教授 南投縣電腦商業同學公會 陳柯妍理事長 還有 命定中原 陳柯妍莊主 歡迎您 南投縣中小企業協會 蔡明昌理事長 還有 來自我們 台南 府城 即將建成400年 台南市大台南生命線 理事長 張漫元 理事長 還有我們 目前全球 教育界最愛使用 企業界最安心使用的 當前整個國際提升 擴邊 進步 最快的 乾淨世界的文化之工老師們 還有 還有我們現場 展開南會 為各位準備 非常可口的 校茶點心的 整場文化基金會的文化老師 文化志工老師們 謝謝 謝謝大家 感謝各位 我是動化化學 宣任理事長 吳一軒 同時也是 國際獅子會 3001 復合區 那麼 3001 復合區 峽內有高雄 畢東 澎湖 雲林 嘉義 台南 總共有12000名十有 非常感恩 我們一起 在這個美好的假日 午後 一起來共同 同平共振 來學習國際行事 來了解 富貴全家 現在 我們共同 來感恩 所有的 促成這件事情的好朋友 因為他們的善念 使我們更好的鄰居在一起 所以呢 我們的乾淨世界 這個協辦單位 今天要為我們帶來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 徒手做團康 來 乾淨世界的好朋友 請來到台前 來乾淨世界的好朋友 玉文娃娃請來到台前 來 我們帶著大家 來做一個非常有意義的 同時 通過乾淨世界上傳 讓全世界看見台灣的草屯 寶望來 以及現場的嘉賓 董事長們 讓世界看見台灣 讓台灣走向世界 我們開始來善念點亮台灣 恭喜我們的王明秀派遣師 我們的百萬網紅 從明居正教授來度作 我們來在這裡 一起來 善念點亮台灣 善念點亮 善念點亮 善念愛心 善念愛心 大家一起比個愛心 善念點亮 善念點亮 善念 對對台灣也是來個101或玉山 好 那我再練習一次囉 一二三 三鍊 點亮 台灣 太棒了 好接下來 我們就是正式的嘍 太好了 整個世界上都不太一樣了 一二三 三鍊 點亮 台灣 謝謝所有的貴賓 我們要再一次三點點亮南投 好 炒坤 好 我們再一次喔 三點點亮 炒坤 三點點亮 炒坤 我們再一次喔 三點點亮南投可以嗎 好 我們今天真的很棒好不好 因為我們都身處在南投這個地區 好 一二三 三點點亮南投 太棒了 好 謝謝大家 今天我們非常非常的有福氣 過去我們要在電視或者我們的電腦上 才能夠看到這位百萬網紅 我們竟然能夠在南投草屯這個位置上 近距離的看到他 我想這是老天爺賞事給我們最好的福報 南投對不對 有 所以呢我們要歡迎他出場 要有一些特別的歡迎方式 請跟著我一起做好嗎 好 我們來一次愛的鼓勵兩遍 然後再來倒數好不好 好 好來 愛的鼓勵 好 盪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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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盪� 不敢当 谢谢大家 刚才大家不倒数的时候 我赶出来 大家倒数的时候 我不太敢出来 下次不要倒数了 太可怕 压力太大了 我拿水 刚才大家做 三面填量台湾 三面填量炒盆 然后我都做 我就很高兴 一直到开始倒数的时候 我才开始紧张 我还很小众的紧张过 也许下次不要上次 非常高兴 今天有机会再次来到这里 跟大家见面 谈谈一个不同的话题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根灯可以关掉了吗 这根灯可以关了 好 希望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了 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谈的题目呢 是中共现在面对的经济 社会跟政治挑战 那我知道有些来宾的座位呢 可能会被挡到 大家只会调一调 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 上次我记得来的时候 我跟一天商量一下 我说其实台湾的情况比大家想要更安全 大家可能不太觉得 因为你每天晚上在电视上面 看到很多这些其他的这些台的名嘴在讲话的时候 大部分在唱衰台湾 在讲说中共 哇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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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是那个样子 然后又讲说美国随时要抛弃我们 美国随时抛弃我们的话 就不会把这么贵的武器拿给我们了 美国要抛弃我们的话可以抛弃自己 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 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再来解释一下 所以上次我们谈的题目呢 大体上谈的是 中共要打台湾的话 他面对的外在的困难 但是我上次跟大家提过 我说其实呢 中共要打台湾呢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除了外在的因素 阻止他打台湾之外 还有内在的因素 让他不能打台湾 所以上次我说 我说我只谈了外部的因素 今天呢我想集中谈内部的因素 而所谓阻止中共打台湾的 内部的因素 包含他的经济 社会跟政治几个方面 那我是习惯上课的人 我习惯讲课 然后会问问题 刚才在三年点到台湾的时候 我就回头偷偷看 我看到有人没有做 我真的看到 然后等一下我去查那录影 我看你没有做我会问你问题 你要注意 你要记得了 好那所以今天我要谈 中共面对的 经济 社会跟政治三个方面的问题 同样的 我今天用这个大纲 请各位很快看一下 各位有兴趣可以拍下来 拍的时候尽量不要把我拍进去 因为我被拍过之后可能会头昏 所以他不要把我拍进去 请各位直接拍荧幕就好 那我的PowerPoint分了两大类 有文字类跟图片类 还是跟上次一样 文字都是我写的 欢迎各位拍 没有问题 图片呢 我都是网络截图 我问过律师 我可以用 我可以传 所以请各位不要拍 不小心拍的话 删掉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谈什么呢 第一部分我用几分钟的时间 帮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上次讲的主题 也就是中共如果要打台湾的话 他在国际上面对哪些困难 用几分钟时间 帮大家回顾一下 然后第二部分 就开始谈 阻止中共攻台的内部因素 也就是中共现在面临的 内部的经济社会 跟政治的问题 所以我分成经济跟财政 社会跟政治三大部分 最后呢 我们做个简单的结论 我上次问过大家 然后我再问一次 我们当老师习惯问学生 虽然各位不是学生 我们还习惯在问 我再问一次 中国大陆面积有多大 960万平方公里 台湾有多大 3万6 大家记得 大陆是我们的敌人 有960万平方公里 是我们的267倍 有人看写笔记了 好拿单位的 好好好这个加分 所以大陆的面积是我们的267倍 然后大陆的人口 14亿出头 台湾是2400万左右 所以大概是我们多少倍呢 60倍 所以大陆的面积是我们267倍 人口是我们60倍 经济力量大概是我们的20倍到22倍 最近又少一点点 大概20倍到19倍左右 但还少到20倍那么大 中国的军事力量是我们多少倍 我们的有生兵力呢 就是真正在那跑的阿宾哥呢 大概不到20万人 大陆呢 号称是250万 再加上150万的这个 屋井 就大概400万 换句话说 它的兵力是我们的20几倍 加上核子武器的话 中国大陆兵力 不晓得你强多少 这是表面看得见的 那么 他想不想并承台湾 当然想 他每天都在想 不然他不用开飞机开船 过来吓我们了 他就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 每天都在想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讲了 他虽然想做 为什么没有做成呢 从1949年到现在 七十几年了 他天天都想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没有做成 因为从一开头 就有外部的 跟内部的因素 在限制他们 让他们不能打台湾 否则早就打 早就打 所以也就是这些 外部跟内部的因素 限制了中共 到今天为止 仍然在限制它 使得它不能打台湾 那么也就是我上次所说的 上次我基本上 是谈了外部因素 今天来谈谈内部的因素 因为限制中共打台湾的因素 除了外部之外 内部的因素可能更加重要 但是大家不太了解 因为现在在台湾 对中共有兴趣的 或想要去了解中国人 真的不太多 所以导致我们在不了解 敌人的情况下 我们面对着他们 所以我们常常会 过高的估计敌人 这我想告诉大家 不用过高估计他们 但是呢 我们并不是小看他们 所以我今天呢把重点 摆在内部 但是在谈内部以前呢 请各位先把这一页拍下来 这个大概就是上次 我们谈的重点 明天 祝福